來看到這今年是很多人會去寫 報會公司買東西 高雄有一個有名的報會公司 就表出過有老管理員 慎慎利用10年金買三千三百萬元 在美電腦系統中 國客消費無萬三千塊 合佈一張 省錢人家會完卡 拿去換這個地圓館 我們現在拿去換現金 共同地檢視表是會做 一一步了解和正辦 出國一頭早 報會公司剛開門 就有人拿著問 但又向這間報會公司刷傳出 去年中年慶基板 麻三千送三百期間 有勞管理員 疑似投機密電腦系統 收集人家消費無麻三千的發票 發票經驗加起來有六百幾萬 因為這樣來換我十萬九月 現金低用更 自己點數也沒有那麼多 其實真的也不會注意 就如果有活動的話 你才會去刷 然後合對自己點數 因為感覺這其實只是額外給你的 民眾覺得離譜 但九月爹用更算是算的 不得不夠 經過每天報道 現在勞管換到爹用更後 才去買商品 連後才退回這現金 律師分析 這樣行為已經違法 如果說他是使用了這個主管的密碼來登錄電腦的話 首先他已經觸犯了刑法 妨害電腦使用罪裡面的使用他的密碼來登錄電腦的這個罪嫌 因為這個樣子而取得了財務的話 那麼還會觸犯刑法三百五十九條之三的這個詐欺對電腦的詐欺罪嫌 目前這個案子是只有看到雜誌的報導 那我們會做進一步的了解 如果有犯罪嫌疑 我們會主動千分正辦 百會公司不正要不回應 雖然百會公司也是受害者 但來不然如果真的利用系統 逃出消費資料 是不是相關的主案有問題 真正是如何應該進行調查 否則要順害消費者看他 記者談判有 口正準 高雄報道 那麼接近人 約會員 約會員 就跟我說 我 說 約會員 到